韩国翻脸的原因是因为部署萨德导弹 日本钓鱼岛 印度他们经常在边境声势 菲律宾他们在国际法庭告中国 越南他们争夺南海主权 瑞典颁诺贝尔奖给刘晓波 新加坡继续派军队去台湾训练 台湾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澳大利亚他们要调查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 法国暗中出售武器给台湾 英国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 泰国终止中国的高铁项目 第14个是马来西亚他们继续争夺南海主权 然后中国的好友是谁 塔利班 伊朗 古巴 朝鲜 俄罗斯 结论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公敌